文在寅和金正恩一步步地朝向朝鮮半岛 近8000万人口的祥和未来 东亚平静无扰的生活 无核化的美好世界前进 北朝鮮平壤百花园国兵馆 金正恩和文在寅签述平壤共同宣言 联合记者会中文经会3.0版 第二天谈出的是前两会的协议再进化 确认的是川经会跟苏敌美国 一笑免恩筹 这回更展现东道主的大气 金正恩承诺完全去和化 两位国防部长奴光铁和宋永武也签述了 关于落实百门店宣言中军事领域共事 文在寅邀请金正恩拜访首尔 不久的将来朝鮮半岛就会再创历史新业 看到北朝鮮领袖前所未见的 踏上南韩首都的土地上 平壤艺术团十月也会前进首尔表演 朝鮮半岛大和解的氛围 还更上层楼推向世界 文经会3.0版中同意 要联手申办2032年奥运主办权 大约新闻许说